你好 歡迎持續鎖定晚間八點的最前線新聞 我是錢麗如 晚間八點我們持續來關注的是藍綠白 三組候選人正式就位了 我們稍後會有深入報導 不過先來看針對昨天不歡而散的三方會談 侯友宜炮轟是對前總統馬英九的侮辱 而柯文哲則向支持者致現 坦言是一場鬧曲 這個要跟大家抱歉 昨天那個場面我覺得是這樣 台上的人幾乎都是可以 可以選中華民國總統的人 不過實在是一場鬧劇 不過那也不是我一個人可以控制的 回顧前一天藍白郭惠不歡而散 柯文哲雖然道歉仍有不少怨言 所以坦白講我昨天那個場合是 一開始就是抱著批管的態度來 我覺得那個也不是一個健康的態度 不管是涉及或是我們收入 我們真的非常誠心誠意 昨天讓馬總統在那邊 我們孤等了五個小時 然後要馬總統過去 然後又要馬總統過去 我覺得對一個前任的國家英雄 是非常的不禮貌 貝克鴻鬧劇一場 會有一不滿回嗆 不管怎樣都不該讓馬前總統 敢等現場 甚至看藍白郭三方 越講越火大 我要跟侯市長講 雖然我是同意的 但是把私人之間的簡訊拿出來唸 通常這個是免罪跟測意在做的事 是經過你的同意才唸 我同意沒有錯 對 你也可以不同意 才答應唸出來 柯文哲一聽完怒氣就上來 而在柯喉交鋒前 作為主人的郭台銘先對馬英九和周立倫 一陣狂酸怒氣層層堆疊 明報按扁 郭台銘平平常調訂不到房間 示意要馬住兩人驅座收席 就讓藍怡怒批根本故意設局 不再留情面 國民黨開撕磕鍋 強調已經堆疊善意到最後 柯文哲則說 很努力要讓藍白核成功 誰都不想背上整核破局這鍋 TV新聞中的報導 藍白雙方分道揚鑣 會不會演變成棄堡大戰呢 學者以歷史經驗來分析 有說大概在選前的兩週 氣保才會發酵 到時候民調排名第三的人最危險 而國民黨中央已經明確定調 他們不會找柯文哲站台 藍白撕破臉 陣線敵我分明 國民黨中央明確定調 未來絕對不接受柯文哲 替藍營小雞站台 新北的一些選區 要邀請國民黨的候選人去站台 我們當然還是保持一個善意 可是呢 如果台灣民眾黨的參選 總統參選人希望來站台 自己希望來站台 國民黨的立委 我們在這邊是完全沒辦法接受 原以為好事多磨 結果藍白河一波三折 卻是無疾而終 國民黨基層化悲憤為力量 將全面啟動陸戰組織 要力壓缺乏陸戰實力的民眾黨 我再講一遍 合作的目的 是要贏得選主 所以應該是用最強的組合去選 既然已經走到這個地步了 那就兄弟各自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不至於 我們是認為說 其實我們民眾黨 其實在這樣的一路走來 這個過程中 其實我們也已經得到非常高的 民眾的支持度 民眾黨不怕棄保的底氣 或許來自於年輕票 粗估力挺柯文哲的族群 佔整體選民 比例大約百分之十 約抹一百五十萬人上下 不過國民黨兩千年大選 被棄保的連戰 縱使拿下藍營史上最少選票 仍有兩百九十二萬票 基本盤大約百分之二十 就怕選前藍白民調僵持 棄保變很難發生 現在距離選舉 但是還有差不多十天的時間 那麼一般棄保效應 大概都是在最後的兩個禮拜 就是民意調查排列的第三名的人 相對來講會比較危險 學者分析 棄保效應將在選前發酵 藍白得想方設法 絕不能在民調數字當老三 總統大選坐二望一 才有希望 TVB新聞綜合報導 所以2024總統大選 確定是撒喀都的局面 侯友宜今天和副手趙少康 前往登記參選 侯友宜透露呢 直到踏進中選會的最後一刻 還是有打電話給柯文哲 但電話那頭沒人回應 侯友宜保持笑容 簽完名後換趙少康簽 隨後面向鏡頭 兩個人手握得牢 只是這雙手原本 侯友宜已空出來 留給柯文哲 但最後一刻換來的是 寧波的電話沒有回應 藍白的合作 我們用了最大的心意 拿出最大的誠意 我非常的遺憾 到剛剛我要進門之前 我還再度打電話 沒有接上 那最後一刻 這個時間已經到了 原定國民黨常會 是下午才召開 但柯尚武已關門 國民黨也跟著關上門 藍白政治聯姻 不但沒有成 雙方沒退路 誰都不認輸 如同分手願偶 最後一刻想保有善意 但雙方在公開互私後 早已回不去 看到他們三個聚在一起 我心頭一喜 覺得有機會了 跟侯市長講 我說再打電話給柯文哲 再打電話 他沒接電話 還是希望做最後的努力 就是說如果他願意回心轉意 我參不參選根本不重要 我真的就是臨為壽命 也知道選戰不好打 但是沒關係 我一輩子 從來沒有做什麼 是容易的事情 而侯康佩正式成行 只是對手從一人變兩人 侯康佩 叫做好康佩 讓人民有好康 從藍白拖 變成藍白實境秀翻桌 雙方都知道 總統這局會贏是奇蹟 政黨席次才是主要課題 特別希望你們會專業於台北參謀 好 趙少康確定擔任侯友宜的副手 也意味著戰鬥籃跟本土籃的結盟互補 趙少康今天也談到參選的理由 他透露侯友宜曾經救過他的弟弟 也在今天辭去長年的政論主持 國民黨副總統參選人趙少康 向以往主持的政論節目來賓告別 這節目主持那麼久 依依不捨了 覺得蠻可惜的 政美要有奮記 所以只好忍痛 忍痛請辭這樣 暫時告別主持棒 趙少康要當國民黨選戰機關槍 正好補足侯友宜相對較缺乏的政治議題攻防 本省外省兩人互補 我們是分境合集 一定要選贏這個選戰 就是分境合集 所以他才講說他顧中南部 他找我的時候就說 他說藍軍你負責 北部你負責 中南部我負責 我也跟侯市長講 我說我不會是一個沒有聲音的副總統 以前副總統沒聲音對不對 我不會是一個沒有聲音的副總統 我意見會很多的 趙少康也曝光 點頭始末有一部分 竟然和周杰倫有點關係 周杰倫在海外 包括中國大陸辦的演唱會 都是我弟弟主辦 黑道常常要挾持他們 要不然就要辦演唱會 要不然就要拍電影 被台灣的黑道在澳門挾持 還拿槍 他的整個處理的經過 我就知道這個人 有謀略 有步驟 有膽識 這個黑道住在淡水 但是他常常不在 他說那個老黑道 那我設法去跟他爸爸談判 而趙少康擔任副首扣 辭了主持 但沒辭中廣董事長 我節目不主持 我不干涉中廣任何事情 我也請假了 我就可以了 趙少康辭聚論節目主持 對此TVBS表示尊重 未來人會以中立客觀 公正精神報導新聞 所以藍白河最終是兄弟登山 各自努力了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今天更發出動員令 要全黨團結一致 支持侯友宜 也透露昨天心情 認為自己跟侯友宜 被受屈辱真心幻覺醒 先把話說明藍白河之所以破局 不是因為自己跟侯友宜 朱立倫鋪梗權位這一句 各位同志 最後關鍵的時刻已經到 我正式發出全黨動員令 大家團結一致 全黨支持侯友宜 好 既然各自提名 藍贏8號司令全黨團結一心 侯友宜在臉書PO出 黨籍縣市首長大合照 說先逃得好聽一定會贏 同時部分區排名第一的韓國瑜 也聲明這是很棒的組合 會團結一切力量勝選 支持者更直接喊出 侯兆配夾韓國瑜等於藍營 鐵三角成形 言下之意把柯文哲的民調壓低 是其首要目的 不過相較於趙少康的高度自信 縣市首長多的是憂心 我一個晚上沒睡好 當然我想讓很多人失望 非常的沮喪也難過了 但是我想馬上我們就會調整我們的心情 跟調整我們的腳步 但即便在野陣營得分庭抗禮 至少不用忍受彼此的貌合生離 那麼柯文哲的副手呢 他則是找來自家立委吳欣營 星光公主搭檔組成了柯營配 接種的是他的國際官跟財經專業 希望達成互補吸引更多中間選民 也承諾人民是心中底線不會退縮 正式揭曉柯營配民眾黨正副總統參選人 柯文哲搭檔 吳欣營截然不同的style很互補 45歲的吳欣營具財經背景 星光家族的身份被稱為星光公主 在前雅虎大中華董事總經理做開聯婉拒後 就成為呼聲最高人選 24號上午跟另兩位口袋名單 前北市副市長鄧家基 總幹事黃珊珊進過內部投票後 由吳欣營勝出 將攜手柯文哲邁向2024最後一里路 柯文哲一定當要是台灣的柯文哲 台灣的柯文哲必須堅定步伐 堅守民主專業價值 我從來沒有想過 有一天我必須站在民進黨政府的對地面 身為在野勢力的領袖 我有責任挺身而出 要許給大家一個美好台灣 人民就是心中底線 柯營配的組成也宣告 藍白和破局 儘管不能結合次要敵人 卻也要先認清首要目標 既然已經走到這個地步了 那就兄弟各自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我還會秉持一個 互相攻擊的原則 真的需要贏的是贏過賴清德 不是我跟我有一兩個對答 寒話不能合作 起碼要一團和氣 從2014首都市長締造奇蹟 2018驚險連任 如今逐鹿中原 柯文哲要突圍藍綠 殺出一條血路 繼續締造人生大驚奇 這一次我們會實現諾言 全部退縮 被外界稱呼是星光公主的吳欣穎 過去在立院質詢初登版 因為首題愛馬仕包成為話題 她從小受美式教育 走夠婚變 在去年踏入政壇 更多內容我們先把時間交給玲玲 這個藍白河在昨天確定是破局了 也因此民眾黨的總統參選人 是由柯文哲 今天在總統大學登記的最後一天 早上來公佈她的副手 決定是由星光的公主吳欣穎 要來一起搭檔參選2024 那麼來看一下吳欣穎的生長歷程 在美國長大 因此她是受美式教育協力成長的 那麼她在英國工作三年之後 受到爸爸吳東進的呼喊 返回台灣來做這個接班的動作 不過在她接班的這個歷程當中 可以說是困難重重 因為回國沒多久 就遇到這個金融海嘯 另外最讓大家印象深刻的 就是她跟板橋林家公子 林之妍的豪門婚事 不過在2019年 是跟林之妍確定的離婚 但是這個時候 民眾黨也在這時候 遞出了這個橄欄枝 讓她來參選立委的一個職務 不過去年 在她地補民眾黨不分區立委之前 她是公布的這個好消息 也就是說她懷孕了 還跟外籍的男友登記結婚 那麼在她這一年的質詢當中 其中她一身名牌來質詢貧富差距 就引發外界的質疑 因為你看她穿 拿著這個凱莉包 還穿著三宅一身的一些套裝 不過這樣她的老闆 柯文哲就緩加說 難道質詢貧富差距 就只能穿補丁的衣服嗎 那麼現在她跟柯文哲 要一起來競選這個 2024的總統副總統的位走 她的穿著打扮 也會是大家關注的焦點 好針對藍白河破局 柯文哲的妹妹柯美蘭直呼很遺憾 她認為侯友宜願意當副首 但是國民黨包袱太大 據柯媽媽她則認為 各自選也好 不過聽到參選保證金 要1500萬嚇了一跳 柯媽媽電話接不完 大家都想問她 藍白河破局的看法 她說算了也好 各自努力 最後的結果 柯文哲跟星光公主吳京營 搭檔參選 柯媽媽一聽到 參選的保證金 嚇到說不出話 1500萬嗎 我不知道她 1500萬我也不知道要貴 柯文哲的妹妹柯美蘭 已經以五黨籍身份 投入新竹市立委選舉 看著藍白河破局 她說遺憾 非常遺憾 因為藍白河其實是很多人的期待 只不過呢 我認為一個大黨的包袱很重 所以沒有辦法讓侯先生去做父的 她認為雙方在商談的過程當中 對於各種規範沒有談好 倉書中對契約都不服氣 還說哥哥期待柯侯佩 在她的初衷很願意藍白河 很期待可以正當輪替 而且她也一直認為說柯侯佩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勝算是比較大的 她還說如果國民黨推出的是眾望所歸的人選 說不定結果會不同 TBS新聞綜合報導 而最後的藤愛是手放開 紅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在柯文哲侯友宜完成登記之後 他隨即發布退選聲明 他說為了中華民國 他選擇成選 人退制不退 希望促成政黨論題 念出簡訊內容 後遺前一天當眾揭露 柯文哲想給郭台銘一個退選的理由 現在真的沒說錯 趕在登記截止 三小時前 郭台銘臉書發布退選聲明 說如果沒有人願意彎腰 對期待政權倫敵的台灣人來說 情何以堪 為了中華民國的未來 選擇成全 人退制不退更喊話 在野陣營 一定要贏 完成政黨輪替 自己的副手搭檔賴佩霞 也在臉書學下 今天這個暫停 是為了繼續與大家並肩同行 但話雖如此 靠攏哪一陣營 臉書下方 柯文哲留言一定贏 郭台銘不僅按了愛心一早 更用行動說明 登記前一刻 24號上午9點10分 柯文哲坐車使進郭台銘住處 直到9點57分 才離開前往中選會 一共停留47分鐘之久 郭台銘你如何回應 90多萬幫你連署的 這一些名義 難道你跟柯文哲一樣 把這些支持你的人 都只是當作利用的工具 況解過去 郭台銘在藍營初選失利後 曾在臉書承諾 全力相挺侯友誼 雖然學者分析有些一律帶 而另一方面民進黨總統參選人 賴清德今天持續跑行程 心情相當不錯 而根據瞭解昨天藍白和會談 幕僚和他隨時匯報進展 賴清德因此在第一時間 封文開酸他直呼建設國家 是瞧不出來的 歡迎掌聲大尖叫 明明是參觀金融展 但賴清德走到哪尖叫聲 走到哪 熱烈的掌聲來歡迎的 賴清德 看看賴清德 近40分鐘的行程 心情看似不錯 旁邊的鄭文燦也是 尤其賴清德台上致詞 雖強調是代表總統出席 但聽著聽著似乎有弦外之音 未來金融願景藍圖已播化 畢竟藍白和並破局 讓賴清德的選情再填優勢 這算是不失禮貌的微笑嗎 據悉前一晚的藍白分手擂台 賴清的人正在跑行程 不過幕僚都有隨時跟他 匯報進度 也難怪第一時間 賴清德火力全開 臉書發文直言要建設國家 帶領國家用喬 是喬不出來的 令對於藍白副手人選 紛紛出爐黨內也就戰鬥未知 誰是誰的副手或者是怎麼搭配 我想站在民主的立場上面來講 我們都是尊重跟祝福 戰鬥欄無疑是最大的泄密賣國集團 至於柯文哲呢 曾被媒體揭露多次跟財團密會 現在找星光公主吳欣營擔任副手 直接不演了選擇向財團靠攏 一個半黑臉一個半白臉 強在竹帥出征前自家人先踢 選戰加溫 TVBS新聞董悠俊善柔 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